市長,那個台北市長講話 他原本屬意就是我們北市警局長是方楊玲 然後後來內政部長他指派的是李希和 那不知道市長你怎麼看 中央地方在治安 要多互相溝通、多互相尊重 我們大家一起捍衛治安 不分你跟我 那另外今天那個霸火團體主辦 他因為說他連署數2萬多份被成員拿走 然後所以那個霸免的這個行動驚奇 宣告暫停 那市長你怎麼看 我繼續努力拚市長 所以光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就蓋了14座在高灘地的貢榮公園 還有7座的寵物、毛小孩公園 而且越蓋越大、越蓋越優質 所以今天是請各位里長們 還有我們的市民好朋友 大家來見證我們親子和平公園 愛麗絲夢遊先進正式啟用 讓我們新店 又多了一個孩子們可以遊戲 以及結合生態文化 意樂的好環境的一個地方 五月份是世界一列回遊日 特別見證我們必談宴的遺道 所以我43種遺蝦線 已經可以回遊到自己的故鄉 可見我們在新店西的河川的水質 比如生態非常的優美 結合我們的生態優美 我們開始不斷地創造水意樂 水環境、水文化 更重要還要水安全 所以我們在周遭也不斷地扣建 我們的貢榮公園 以及寵物公園 甚至很多的運動的場所 所以我們新店西 以及我們新北市的河川處理上 藉由我們的河川永續環境 優質化 讓我們新北市民有一個 好的生活的樂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